凌晨12点整 智能手表准时响起 男人听后非常害怕 随后他来到长官门口 犹豫片刻 还是打开房门走了进去 没过多久 房间里就传了一阵呐喊声 这样的事情 每个星期日的子夜都会发生 身为下使的士兵 只能无条件接受上级的爱戴 而这种霸凌事件 在军队中屡见不见 杜贝满身为军检察官 听到深下使的遭遇后 决定要让红武将军受到相应的惩罚 为搬到红武 持有人会尽快准备深下使的诊断术 而且还会面见另一个被霸凌的士兵 被霸凌的士兵已经退伍 他曾是红武的驾驶兵 名叫小韩 持有人知道小韩的遭遇 想让他出面作证 证明红武公馆存在霸凌事件 可小韩现在已经不是士兵 他不想惹获伤身 所以不会答应持有人的请求 这时上级出马了 他看出小韩玩的是嘻哈 于是利用嘻哈的方式告诉他 但虽然离开不对 但其他士兵仍在遭受霸凌 难道这就是他追求的嘻哈精神 眼睁睁的看着同伴被霸凌而无动于衷 小韩也想出面 但军队的包庇现象 他实在不敢恭维 什么帮忙讨回公道 全都是骗人的 军队不会帮他们这些人伸张正义 这些上级都明白 但他还是希望小韩能出面 即使不能完全改变现状 但也至少可以改变一点点 另一面 卢再男非常疑惑 难道前辈喜欢男人 可胖哥却说前辈有女朋友 那就奇怪了 卢再男明明看到胖哥睡在前辈床上 对于卢太男的好奇 胖哥警告他 以后不要再问相关问题 随后 卢太男从胖哥口中吃到一个惊天大瓜 而且还是他自己的 对他很好的安守护 是他曾经对付过的人 因为他 安守护被关过禁闭 而且安爸也从银行行长变为一介平民 看着手中的照片 卢太男感慨完分 这时 安守护出现 吓了他一跳 由于做过对不起安守护的事 卢太男见的安守护 就像老鼠见到了猫 不等安守护和他说话 他便瞬间逃离 与此同时 红武军长霸凌案件第一次公审开始 这次杜贝满不会和以前一样 做金钱的努力 他要以真相搏斗 首先提交的证据 就是深夏使的智能手表 红武给深夏使佩戴手表 一天呼叫次数达到十次 有侵犯人权的嫌疑 不等杜贝满说完 龙文九提出反对 这是未经确认的事实 法官欲以采纳 请杜贝满寻述可证明的事实 好 那杜贝满就换个问题 为何要给深夏使佩戴智能手表 对于这个问题 红武亲自回答 他非常关爱士兵 手表中有健康检查的功能 深夏使一次患有心理不齐 给他佩戴手表 是为了确认心跳 以防深夏使发生不测 而手表中的定位功能 是防止深夏使脱离执行场所 众所住之 脱离执行场所属于重罪 因业务需要 深夏使有很多事情需要外出 红武怕引起不必要的误会 所以才会增送手表 换句话说 手表并非监视工具 而是上级送给下属的礼物 只有人提出反对 说是为了防止深夏使逃离场所 可深夏使隶属入军四尸的勤武队 他既不是公管的人 也不是被派遣到公管 所以深夏使去往公管 已经是脱离执行地点 怎么就成了预防逃离执行地点 说什么健康检查 深夏使现在浑身的伤 全都失败红武所赐 而且有确凿的诊断证明 为了证明深夏使长期被殴打 只有人申请深夏使当证人 做上证人席后 深夏使开始陈述 红武刚开始殴打他时 他以为是自己犯错 但实际不是 红命每周一都会去鸟家 公管就是深夏他和红武 一到午夜 智能手表就会响起 意思就是让他去红武房间挨打 红武殴打他的理由很简单 为了化解愤怒 罗文九反对 深夏使的证词无法得到验证 就像杜贝马拿出诊断书 那怎么就能确定这是被殴打 而不是深夏使自残 深夏使同伴之前因审判不公选的轻生 导致深夏使患上抑郁症 抑郁症的症状包含自残 深夏使对同伴的审判不满 于是便怀恨在心 谎报红武殴打 为此才进行自残 杜贝马本想继续争论下去 却被车友人阻止 提交诊断相关证据后 杜贝马继续询问 被殴打后 选择忍弃吞声的理由是什么 深夏使其实是为了钱 他三岁的儿子患有心脏病 从出生到现在都在医院 以他的收入 根本付不起孩子的医疗费 每次红武殴打完他 都会给他一笔钱 所以他选择忍气吞声 由此都被马判断 红武特意挑选家境贫困的士兵 让他们在公管之勤 并对他们实施暴行 龙文九又提出反对 称检方胡乱猜测 这时 法官收到红武失忆 本想以证人证词不可信使 判施下施 没想到现场士兵开始起哄 称法官太不公平 无奈之下 法官只能暂时结束听审 而此时 都刑警大便开始审讯 审讯的是红妹 红妹的回答和红武一致 称是关心下属 都刑警拿出视频 既然是关心下属 为何会在超市把水果 扔在下属脸上 这不是在殴打辱骂神下士吗 红妹的解释是 神下士犯错 他在斥责教育 他把神下士当做自己儿子 所以这样教育并不过分 那换一个问题 谁会让已经成年的儿子 给自己洗内裤 律师本想说明 却遭到红妹拒绝 他看不起律师 也看不起都刑警 都刑警说他辱骂神下士 他希望都刑警可以拿出证据 不然就告诽谤 他哥可是将军 他怎么会做那种掉身份的事 没想到很快就被打脸 窗上的监控有声音 调高音量后 他辱骂神下士的话 被录得一清二楚 红妹此时还嘴硬 这不过是在教训神下士 说明不了什么问题 有本事就拿出 让人无法反驳的证据 看来红妹是不造黄和不死心 都刑警请来证人 证人就是小韩 看到小韩后 红妹想死的心都有了 当初也是她给小韩戴了手表 每隔五分钟就呼叫一次 什么要水 要冰水 一麻金要买有翅膀的 买回来不满意 再回去换成石榴 等等等等 听到这些 红妹不淡定了 冲着参谋长大吼 没有得到庇护 又把猫头对准律师 律师已经被这傻女人气疯 当场掉头子走人 红妹见状 只能承认所有事实 不过她还不忘保哥哥 趁她所做的一切 哥哥都不知道 晚上 车友人接到卢华英来电 她有个能帮助判决胜利的证人 需要车友人来见一面 两人见面后 卢华英把资料交给车友人 车友人作为军检察官 会接受资料 但踩不踩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卢华英知道车友人 把她当作宿敌 但她要说的是 人们眼中看到的 并非是全部的事实 也就是说 还有车友人不知道的事 如果车友人得知后 两人可能会成为 和现在完全不同的关系 那边 安守护发现卢太南不对劲 看来她的身份 卢太南已经知晓 把卢太南变成自己的狗 是没机会了 只能殴打一番 隔天 红武霸凌案第二次共审开始 车友人申请证人 当众人看到证人后都惊呆了 难不成卢华英将军 也遭受红武霸凌 当然不是 卢华英是来帮助神夏时的 真正的证人是他的副官梁宗书 看到梁副官后 红武慌了 让龙文九阻止梁副官 作为证人出席 可卢华英利用法官受贿 已经和法官打好招呼 所以对于证人 法官愿意采纳 梁副官开始陈述 20年6月11日晚上10点左右 在红武的车里 他被红武掐了两次 副部被击打三次 有验伤报告和录英为证 之所以遭受红武暴行 是因为红武被泄过他 被他言辞拒绝 而后来红武仍不知悔改 甚至还威胁他 让他不要说出被施暴的事情 现在证据确凿 为了自己的官冒 法官决定采取君捡一方的所有证词 以拦友之权及虐待罪 判处红武三年有期徒刑 红武接受不了现实 大闹停审现场 被都被满一招制服 停审结束后 都被满遇到来观看审判的江河俊 于是借机问他U盘的事 可江河俊却说U盘无法复原 看来他是接受了龙文九的提议 这一次都被满和车友人大获全胜 为军队除掉以后大毒瘤 两人的名气瞬间飙升 来找两人伸张正义的络绎不绝 车友人本想解释 信任他不管他做什么 都被满都会无条件的相信 与此同时龙文九找上卢华英 质问他为何要这样对自己 放任都被满和车友人进行审判 就只是为了铲除红武 卢华英没有反驳 他是着急利用两人铲除红武 但他并没有什么损失 他只知道权力允许空白存在 只有产生空白才能被人填满 他要的不只是总参谋长 龙文九知道卢华英的目标 但没想到卢华英会用这种方法 他非常愤怒 回到公司门口 遇见了来找他的姜和俊 姜和俊是来给他答复的 在此之前 龙文九曾有公司威胁姜和俊 要姜和俊为他办事 现在姜和俊给他答复 被收阻的资料中有个U盘 U盘的内容可以一击扳倒入华英 这就是他的答复 在车友人和公司之间 他选择守护他的公司 激进的龙道传来一阵枪响 枪声过后 龙道内躺满士兵 而卢太南的宿舍里 也躺满中枪的士兵 唯独没有中枪的就是吴太南 只见他手握突击枪 满脸失血 正在那里一动不动 军检察官东方漫犬第十二集 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关注我 解锁更多精彩好剧 我是灯灯 我们下期见